或许可以被限制 但是心灵很难被禁锢 下个月就是柏林围墙倒塌20周年 会在台北市的德国文化中心 提前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 透过座谈跟影展 回顾这一段改变了全世界的历史 柏林围墙倒塌的那一刻 当时的德国人是怎么样的心情 有人拿起了榔头 愤怒的想敲下砖块 有人则是兴奋的 在围墙前摆出自由女神的姿态 更有东德士兵 大口喝起象征资本主义的可口可乐 一张张珍贵的影像 全都是德国民众的私房照 透过一般人的眼光 看到了历史那一刻发生时 更真实的一面 通过这个展览介绍 当德国老百姓 一般人的眼光 是用什么方式来理解到了 这个柏林墙的倒塌 这项经验展还包括了 这部特殊的纪录片 当年有位知名的德国主播 分别采访了美国 英国 法国 和俄罗斯四位记者 访问四个人对于柏林围墙倒塌的观察 更有趣的是 20年后又找回了这四名记者 让他们评论自己当年的报道 柏林围墙倒塌的这个历史 也不能光通过德国人的眼光来谈 你会发现 纽约的记者或者莫斯科的记者 他们当然用不同的方式 解释当时的历史 这些照片全是拍自 1989年11月9号 柏林围墙倒塌的前后 记录了当时重要的相关事件 像是逃亡潮 大型群众示威等等 除了影像展 德国文化中心也将和金马影展合作 在影展期间 放映根据这项历史事件改变的剧情片 米古拉教堂 以及四部新完成的纪录片 记者苏牙林国皇台北报道